实际上,我们都是移民的后代, 我们的祖先选择移居,到南洋来打拼, 最终在这里,安家立业。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是朱亮亮女士写的, 名字叫做《追红》很有感触。 她在书中就追溯了她的曾祖父那一代, 从潮州到南洋求发展的事迹, 是19世纪末年开始的事情。 她写的是四代人艰苦奋斗的故事, 她们经历了世界经济大萧条。 日军占领新马时期,非常危险。 战后反殖民地斗争,也是龙争虎斗。 等等的风风雨雨,最终在新加坡落地生根,创立事业。 这一个家族许多成员都很接触,可以说是一门军秀, 在各个领域都做出共享。 许多新加坡人都有同样的家族史, 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说,也有很多书可以写的。 今天的新加坡就是由移民先驱以及他们的后代建立起来的。 因此我们应该继续以宽广的胸怀欢迎新移民, 让他们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更好的新加坡。 和移民先驱选择。